日前某天下午 搜狐视频在首途机场撞见了和几位助理一同反省了魏晨 当天魏晨身穿一件黑色圆领T恤搭配黑色短裤 虽然衣着低调 但是衣出闸口便戴起了棒球帽 以及墨镜遮脸的他 在人群当中格外引人注目 腥味十足 和助理一同走出机场大厅后 魏晨亲自拉着行李箱 并准备搬上出租车 而正在这时 身后有几位女生突然大呼魏晨的名字 魏晨先是吓了一跳 直到看见对方趁着自己热情地打着招呼挥着手指 魏晨眼随即露出了微笑 和粉丝挥手告别登上作家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无家报道 我是蛮优先的 因为户指导人的鼓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